厨房 这个啊 这个观念很重要啊 以前的炉灶有灶口什么是灶口 以前炉灶是长这样子啊还是这样子 这边有一个啊 放木材进去的 然后他上面这边啊 上面这边是有有那个什么可以 火是往这边往这边生的嘛 然后上面放一个啊 一个那个锅子 什么东西在那边煮 那木材放进去这个啊这地方叫灶口 好这地方叫灶口 那现在没有了现在瓦斯鲁没有了 瓦斯鲁没有什么灶口 所以根本就不一样了 好那灶中火气由灶口喷出 所以有照相吉凶之分 但现在用瓦斯鲁已经没有灶口 只有网上烧的火 所以 如果在沿用古法将产生大错特错的论法 不可不知 好第1个 入门见如火 主宅中冷火气大 多争论 这个不适用于公寓或套房的房子 因为公寓套房房子很多 一进去就是套房 一进去什么都有啊 他就是一整间啊 所以什么都有 所以你一进去看到床啊看到什么厕所看到 那个什么炉灶什么的都很正常啊 第2个 炉灶上方有门窗 属多病痛 因为食物受到日晒容易 捕坏 这个其实也不会 现在其实都有冰箱吗 除非说你真的把你煮好的东西放在 放在那个 那个什么流理台或什么那边 让太阳西晒 在那边晒 晒到坏掉 都不知道 现在不会啦 现在都是做冰箱把它冰起来就好了 第三个 炉火正对冰箱煮肠胃有病 因人热不合 阴阳相对 这个也不会啦 你想想看哦 你的冰箱跟炉火 比如冰箱在这边 门这样开 好啊你的炉火在这边 你你不信的话你自己可以做实验看看啊 你把冰箱打开 然后炉火在这边烧 你觉得这炉火的温度会影响到你冰箱吗 如果会的话你站在这边煮东西早就被热死了 对不对 距离一定是你会比冰箱 主动主动性的人 会比冰箱的靠近炉火吗 那如果说这个炉火的温度会影响到冰箱去 那你人在那边不是早就热晕了 这不会啦 不会啦 而且这 正对这要看说 距离多远啊 对不对 而且你冰箱又不是一直开着 炉火也不是一直点点燃着 所以就不会 第四个炉灶不可压凉 主多病痛 这没有关系啦 炉灶压凉并不是你的压凉 这也没有关系有的 凉下面有炉灶这没有关系 这没有关系 我们炉灶因为我们压凉一定是压在人的位置差有关系 有的 这以后我们会讲啊比如说这样子书桌在这边你人在这边 你压书桌也没有关系呀 你只要不要压到人都没有关系 第五个炉灶不可冲墙脚 煮腰酸背痛 这个也没有关系 第六个炉灶不可与神位对冲 煮家人活气大多意外血光 这个是 这是对的 这个要注意 第七个炉灶与水槽称L形 煮焕桃花 这个不会很严重 因为这很常见哦这个炉灶这个 这样子有没有 水槽在这边 炉灶在这边 这样子就这个就成L形的 这个会换桃花 但是就不明显了 不会说因为房子这样子就换桃花不会这样子的 换桃花的因素很多 但这个只是小 这影响很小 就不会说很明显 这个不用那么在意 第八个炉灶不要跟水槽相对 形成水火相射 煮多冰痛 这也不会啦 炉灶跟冰箱对到都没有关系的 炉灶跟水对到 更没有什么关系 好第九个 坊间 坊间书中多论 炉灶正下方有水管或排水沟通过 煮家人多病多肠胃病 其理由是认为排水沟有晦气 但现代的排水沟已用PVC塑胶管 再加上水泥包裹 其晦气不可能透出来 所以池点已不准确 那 希望说你们在看洋仔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种类似 此种现代与古代不同的观念 这一定要注意 你那个 现在的排水管 在排水沟都是用水管 把它包起来 那个气根本就透不出来 而且还用水泥 把水管再覆盖起来 那怎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炉灶 以前的话有可能 因为以前是泥土 泥土它会透气 所以泥土底下是排水沟的话 这有可能 它的气会往上 这样子 升上来 这个有可能 所以这个是古代那种论法 古代的房子 那个地是那种泥土地 这个有可能 现在怎么可能 现在不可能 好 那我们接着来补充一下 外面的书怎么写 他讲到说入门 不宜建厨房 就刚刚我们讲过嘛 他说古书 古书上写到说开门建造 钱多钱财多号 这个这句话 你在那个电视上 常常听到对不对 你如果有在看那个电视上的一些什么风水开运节目的话 你就常听到了 那个怎么沾什么钟那个常在讲这句话 开门建造 钱财多号 这不会准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 因为 以前的人 把厨房当成是柴位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人 很穷 他们家中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米啊 肉啊 那些 可以吃的东西呀 番薯啊什么 那东西呀 那那些东西都摆在哪里 就把厨房吗 所以等于说厨房就摆他们最有价值的东西呀 所以当成一个柴位 然后你一开门就见到那些东西就被偷走 小偷一开门就看到的东西或 好像就很容易把他偷走嘛 所以开门建造钱财多好 是这样来的 那现在人 厨房里面对一些平民贯贯的东西那些是那些是有有那个什么最值钱的东西吗但不是啊 所以你还沿用这种观念在在讲什么开门建造钱财多好 这表示说这个风水师根本就不懂 不懂这个原理 他说厨房为财库之所在 财库不是财位 财库 因为有钱东西都在那边嘛 所以他就 讲财库 这不会准 入门建厨房除了必然的钱财损耗之外 还要防家人发生严重的意外 甚至有雪光之灾 就不会准 没那么严重 其实只要大门 直对着厨房的门 就可以说是风水上的大败笔 大门 为风水上的主要纳气口 厨房的汇气直冲进门 的机器 当然会 对家运会有影响 应以 应以屏风或大型家具 横隔在 两门中间 让从大门进来的外戚 不自直接 进出厨房 受到的冲击自然减少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啦 不用太在意 再来 他说厨房门不宜对房门 这我们讲过了 对到的话 就是说什么 为什么会精神紧张 脾气暴躁 口舌示灰什么的 这个我们解释过了 还有讲到说 神桌背后不能是厨房 这个 跟厕所的 定义是一样的 你就是把你怕的话 就把神桌往前挪 一两关分 不要紧靠了墙壁 就好了 好 那他解释说厨房属火啦 神桌背后为厨房 好像神明背后长时间受到火炉熏烤 神明就会坐不安稳 你是让你可以试试看呢 你神 那个炉灶那个炉火打开 你看会不会影响到神位那边的墙壁 这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怎么烧那个那个墙壁那么厚 不会不会这样子 热量热能不会传统过去的 好在我们看好再来是 他说瓦斯炉不以被载返向 这个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我们那个 之前上课又补充过 这是你的瓦斯炉 你比如说你的门 门像这边 那你瓦斯炉就是要这样子摆 就是你的人 你人在煮东西的时候 不可以说 大门朝向屋外 脸朝向那个屋外 你在煮东西的时候脸不能朝向屋外了 所以你的 炉灶可以摆这样子也可以摆这样子也可以摆这样子 就是不能够摆这样子 然后人 在这边 这样子朝向屋外 这个不行 好再来 这有些都不重要就我们有些我们讲过了 再说瓦斯炉不以斜摆 这没有错 瓦斯炉不可以这样子摆斜斜的 就这样子你瓦斯炉不要摆这样子 不要摆这样子 这不行啊没有人摆这样子的 因为你摆斜斜的就是就是什么这本本身三角三角熟火你瓦斯就熟火 这不能摆这样子 再来 在厨房厨房的垃圾桶要加盖 这个这个倒是真的要注意一下 因为厨房垃圾桶 有些有些东西你如果 你如果每天到还比较没有关系 有的人 没有每天到那个 资深一些文影之类的 一些细菌之类的 这会影响到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再来一家不宜设两兆 一个家里不要有两个兆 有两个兆的话通常婆媳不合 家中如果设两兆 他说这会严重影响家人之团结外 也会有外遇事情发生 外遇就不会啦 家中有两兆通常是婆媳不合 因为婆婆用这个罩然后媳妇用这个罩当然不合吗 就是这样子就婆媳不合了 好那我们这节课 讲到这边那我们出个媳体 我们出个媳体给你给你 给你做好比如说像这样一个好一个 一个这个洗手的洗碗槽 然后一个炉火 然后他一个料理的料理台 这三个东西是我们那个出房 必有的东西吗必备的吗 好那如果他是成一直线这样子 那你觉得说他们的排列顺序 你要怎么排比较顺手 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风水 因为我们在帮人家设计 羊仔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 他的动线问题 还有习惯问题 还有他的顺手问题 你觉得一个组户 一个在组东西的 这个 他 这三个 这三个看要怎么用才比较顺手 你再 你再思考一下 再思考一下 好 好那我们这階课啊 就